再来看到台南市呢 25号下午发生一起黑狗咬伤民众事件 这是一名成姓女子到凡姓屋主家中 要估计房屋修缮费用 没想到屋主养了两只狗 看到陌生人不断的狂吠 虽然主人制止 但是当这名成姓女子要步出屋外的时候 其中这么一只大黑狗突然扑了上去 张口腰住了女子的嘴唇 而这女子的下嘴唇被咬掉了一大块肉 当场血流不止 不过幸好送医就职之后 没有生命危险 穿着红色上衣的陈姓女子 左手用毛巾捂着血流如注的嘴唇 急急忙忙冲上救护车 救护人员则是赶紧拿出纱布 帮女子处理伤口 他说不是说拿来挑一袋肉当 邻居回想起来还心有余悸 因为这名受伤的陈姓女子下嘴唇 硬生生被这只大黑狗给咬掉一大块肉 冰梁上也有两个咬痕 急忙送医急救 当初妇人表示是说 她是到那个案发现场去 是要谈生意 小心的话被那个 她的家那边的狗咬到那个下嘴唇 这起黑狗咬人事件就发生在台南市 受伤的陈姓女子 25号跟朋友来到凡姓屋主的家中 要估计房屋修缮费用 没想到家中这两只狗狗 见到陌生人不断狂吠 虽然主人有制止 但没想到当陈姓女子步出屋外时 这一只大黑狗突然扑了上去 张口咬住女子嘴唇 当场血流不止 床后的大黑狗事后已经被主人绑了起来 但只要看到陌生人还是会发出低吼声 对比上屋外贴着的内有恶犬告示 可说是名符其实 受伤的陈姓女子指责屋主没有管好狗狗 才会害她被咬伤 已经提出过失伤害告诉 而黑狗的主人也表示将会负起相关责任和医药费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